王妃这对情侣的感情虽然自200年年开始就波折不断,但是两人的恋情还是广受网友们关注的,虽然对两人恋情不看好的网友占大多数,不过希望两人最终修成正果的网友也不在少数,可是在王妃与谢霆锋的恋情上,第一个持反对态度的应该就是谢霆锋的父亲谢贤。 谢贤曾经在公开的场合表示过非常不喜欢王妃,而她不喜欢王妃的原因主要有三个,首先谢贤认为张百芝是一个非常好的儿媳妇,而且谢贤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扬张百芝,说张百芝非常的顾佳,而且对于儿子以及孙子也极为照顾,张百芝嫌妻良母的先入为主,让谢贤无法再对王妃这个后来居上的女人产生多大的好感。 另外,谢贤认为王妃对于感情和婚姻根本不持有重视的态度,结婚和离婚太过随便,而谢贤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并非没有原因,细数王妃过往的情史就可以看出王妃的确对于婚姻没有任何责任感。 在1996年的时候,王妃和窦维结婚,在1999年时就与窦维离婚。 2000年6月,王妃和谢贤认的恋情公开,到2002年3月的时候,王妃就和谢贤认分手了。 可是两人在6月又再次复合,到同年11月又再次分手。 在2005年7月,王妃和李亚鹏走入婚姻殿堂,2013年9月,王妃和李亚鹏离婚,直到2014年,王妃和谢贤认再度复合。 到如今,两人的恋情依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 而且王妃曾多次传出和各大男明星的绯闻,如此情况的确是让谢贤有些无法接受。 除此之外,谢贤还认为王妃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尽到属于妈妈的责任。 甚至谢贤还曾公开地表示过,王妃连亲妈都当不好,何况后骂。 的确,在王妃和窦维以及李亚鹏离婚之后,对于窦镜头以及李亚的关心好像并不多, 而且谢霆王本人也并不是一个多么顾家的人。 所以谢贤表示,如果王妃和谢霆锋在一起了,两人对于孩子的关注度很可能会更少。 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并没有好处。 除了谢贤如此评价王妃,王思聪对于王妃的评价似乎更加的直接。 王思聪曾经公开地表示过,你的阿拉串串,应用上面有的都是和王妃的恩爱相册吧。 滚床单的记录满平了吧,夺命靠很有情调嘛。 但是,有你自己孩子的成长记录吗? 从如此言语就可以看出,王思聪认为王丰和谢霆锋在一起,其实就是在乎和其滚床单。 这样直接的话语,的确是像王思聪这样的娱乐纪念尾能说出来的。 你认为王丰和谢霆锋这对情侣怎么样呢? 王妃的一生算得上是传奇的一生,除了华语流行乐团的天后称号,她的婚姻和爱情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可以拍成一部电视剧了。 如今她已经淡出乐团很久,现在提起王妃,人们可能首先想起的就是她和谢霆锋,还有江博之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恨情仇。 如今重新和谢霆锋在一起了,两人也是十分的低调,其实王妃能有限制的地位,跟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关。 王妃的爸爸叫王又玲,是一个煤炭公司的高级工程师,妈妈叫夏桂颖,也是同一个公司的,不过却是文工团的演员,唱的还是女高音,而爷爷的身份则是当年立法委的委员。 这样一个家庭地位显赫,王妃也是遗传了妈妈的艺术造纸和骨子里那个高冷,最后也是靠着天赖嗓音和才华走到了今天的位置。 王妃从小就很有艺术细胞,在班里都是任文艺委员,各种演唱比赛也是获奖无数,一次偶然的机会,王妃的爸爸去香港出差,看见香港的唱片市场很好,便带着王妃去香港发展。 这样才造就了如今的王妃,抛开个人感情生活和性格,王妃的歌唱还是非常有实力的,你喜欢这样的王妃吗?